现在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听到这样的抱怨 凭什么我就得三高啊 凭什么我尿酸就高啊 凭什么我就比别人胖 找到病根了 我们来看大屏幕 这是什么呢 这个东西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如果这个东西出了一点点的问题 就很容易造成肥胖啊 三高啊 尿酸高啊 等一些代谢类的疾病 所以这到底是什么呀 我们应该怎么应对呀 怎么知道自己这儿有没有问题啊 来我们请全媒的专家帮助我们解答了 掌声欢迎首都医科大学 附属北京胸科医院临床营养科副主任 马角杰 欢迎马主任 马主任好 你好主持人 亚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去酶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幸福全家 马主任开场的时候 跟大家介绍了一下这张图 它出现问题会有什么直接的表现吗 这张图片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每个人体内都会有 如果说这个小东西呢 它上面的一个小点点 如果说发生了改变 你们发现 哎 我怎么比别人 容易卖不开腿呢 这别人呢 很习惯的人 可能就老走着 老瞪着 有的人呢 就老想只坐着 老想躺平 那还有咱们那个管不住嘴的人吧 他们去吃东西呢 就很多的是为了去获得一种快乐 或者是获得一种满足感 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啊 其实有一个朋友跟我 关系特别好 我们经常会出去玩 有一次我们俩就相约一起去吃饭 然后再去看电影 然后吃饭的时候呢 吃的就是烤肉 然后他就吃的很多 吃完饭以后 我们去电影院的路上呢 哎呀 他又看见那个卖泡芙的 买了两盒泡芙 然后他在看电影的过程中 那两盒泡芙 不一会就被他吃完了 然后我就问他 我说 你不撑吗 他说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饱的感觉 啊哦 所以说呢 像他就是比较胖啊 这虽然很年轻 但是呢血脂血脂也比较高 然后还有一个脂肪肝 所以说呢 三高啊一些慢性病啊 有可能是于我们的 这个东西是有关系的 哦 这是哪啊 来我们再看一张图 哎 刚才是一对小条条啊 出现了这么多条条 而且颜色都不压调看的 这到底是哪啊 这个呢就是咱们的染色体 所以说呢 每一个人体内是不是都有 然后刚才咱们所看到呢 是那个六号染色体 因为二零一四年的时候呢 就是咱们中奎也发的一个研究发现 在六号染色体肠壁上 它有个小东西 如果说它发生了改变 那像这样的人呢 他就会有一个 静止肌 让你迈不开腿似的 然后它会导致就是运动减少啊 能量消耗减少 然后本身呢 其实咱们做运动 可能就会打一个折扣 比如说我们出去运动吧 你比如说想好像消耗了三百千看 像普通人他大概是打了个七八折 但是呢对于有这个基因的人 那他可能打了个五折 而且相比普通人他们更不想动 嗯 除了这个我说的迈不开腿的这个基因以外呢 咱们体内呢其实还有管不住嘴基因 啥意思呢 如果说您体内有这个管不住嘴基因 同样是吃饭 你比如说咱们现在应该是 吃完了早饭一两个小时的这么一个时间 有的人呢他可能就 嗯你给他的吃的他就不吃了 但是如果说有管不住嘴基因的人 他是吃饱了以后他就发现 我还想吃 我还能吃 食欲不错 是的 所以啊你看有时候不能怪自己啊 找到病根了 我们的这个基因问题 哎我自己是不是管不住嘴 脉不开腿啊 这样有缺憾的基因的人群呢 我们有一个小测试 我挑两个观众跟我们一起来完成吧 先问一个问题 开场的时候给大家发好吃的了吧 拿到的举手 都拿到了好 那再问一个问题谁吃了 哎你看我叔叔多诚实 对啊阿姨也吃了 哦想要吃 然后又没吃的 请举手 啊也有一部分 那这样吧我们就找 这位女士和那位叔叔 第一个举手的叔叔 一起上场来做这个基因测试 来来来 舞台中间请 我们发现其实两位的身材啊 这位阿姨确实有点肉肉的 但那位叔叔感觉并不胖啊 但我发现他肚子上有肉的 先问一下您您今年多大岁数 今年我五十八了 五十八岁 您有什么慢病吗 就有脂肪肝 有脂肪肝 对 有一点点觉得自己胖胖的什么 对 从年轻就想减肥 都减到这个岁数了 就一直下不来 从年轻是多大 我好像生完孩子以后 就开始胖了 二十八九吧 再问问您 您今年多大岁数 七十 我在厂下就发现您了 别人都不再吃了 那零食您就没停过 特爱吃吗 也可以这么说 好 那问您一下您有慢病吗 就血压偏高 血压偏高 然后您发现自己有肚肚吗 比上班的时候瘦多了 上班的时候将近一百五 现在一百三十七 还减肥了呢 您觉得您是一个可以 管住嘴卖开腿的人吗 不是 来测一下就知道了 电视机前的您 跟着一起来测吧 看一看您是不是 基因里面有一点小缺陷 就是管不住嘴 卖不开腿的基因 就是容易得三高的基因 那马主任是 一道题一分吗 对 咱们看一下这八道题 如果说有一项答是 那咱们就得一分 总分是八分 咱们看看叔叔阿姨 能得几分呢 那如果觉得是 咱们就举手 好吗 我就给您算上一分 好 第一道题 吃完饭以后 看到喜欢的食物 会继续吃吗 好 各得一分 第二题 空闲时间 嘴总是闲不住 老想吃点东西 试试又举着了 各得一分 第三题 第二题 路过点心店呢 熟食店呢 总想去看看 哎呀买点什么吧 哈哈哈哈 好 又算一分 第四题 晚饭后好像还能再吃点水果 再吃点坚果 根本听不下来 看着电视想吃点了 哈哈哈 又算一分 好 只想躺平 不想起来活动 躺着多舒服啊 好 再算一分 第六题 从小就不爱动弹 多年来体型一直偏胖 哈哈 给阿姨算一分 同样减肢 同样运动 效果就是比别人慢 哈哈 又算一分 好 最后一道题啦 家里有直系亲属 比较胖 哈哈哈 叔叔太可爱了 来 我看看我这个 阿姨等于没有一道题 落下吧 八道题 你又得了八分 叔叔得了六分 所以得几分 就是容易得三高 容易得一些慢病的题呢 来 我们请马准 跟我介绍一下 其实这一个小测试呢 是我自己搞的一个 区位的小测试哈 其实得分越高 如果说咱们这里边 我可能一半以上 我都占了 那其实可能咱们 肯定有这个 管不住嘴脉不快腿 今天的可能性 还是很大的 因为像我自己本人来说 我吃饱了饭 我就不会再吃其他东西了 但是呢 如果说咱 携带了这个 管不住嘴基因的人 就会发现他吃饱了 他就嘴老是停不下来 然后比如说咱们吃饱的时候 或者咱们去溜歪的话 你看看到熟食店呀 那么炸鸡店呀 甜品店啊 我就没有什么 太想去进去的欲望 但是呢 如果说 其实也可以建议大家啊 如果说你很饿的时候 你给自己15分钟的时间 如果说这15分钟之内啊 你可能对食物的一种兴趣 变少了 那有可能你真的 并不是一种真的饱饿 如果说15分钟以后 你真的 我就是确实还很饿 那这时候咱们再去 吃一定的食物 同样的道理啊 你比如说下了班以后 像我就是老是先不住 干点这个呀 干点那个呀 包括平时在办公室也是啊 能站着我都会去站着 但是你看如果有 他卖不开腿基因的人 你会发现他回家以后 他真的只想在那里躺着 或者是坐着 嗯 阿姨得了满分 您就是我们今天要找的 那个挂不住嘴卖不开腿 容易得三高基因的人群 啊 您要格外小心 针对您这样的人群 今天我们有高招啊 用吃的方法 把他们给吃没了 当然了 叔叔的分数呢 相对低一些 你看这身材保持的明显 比阿姨就好一些 那就给您一份礼物吧 叔叔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这是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鲁花微发酵活性面条 好吃不伤胃 孩子喜欢吃老人一消化 是我们养生堂 特别推荐给您的好面条 祝叔叔健康啊 掌声感谢先去回座 想要吃走慢病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按照提示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 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解答的300个 关于心脑血管的问题集 做了这个测试 我怎么觉得我有这方面的基因啊 但是没关系 即便是有这方面的基因 但是我们有高招的 有办法的 可是我们先要了解一下 有这方面基因的人群 平时是怎么吃饭的呢 我们先来看一个食谱吧 有管不住嘴基因的王先生 他是更胖了还是更瘦了 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 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这是一位真实患者 他曾经的一个吃饭方式和食谱 早饭要喝300到400毫升的全汁的一个牛奶 还挺营养哈 还加两勺糖 喜欢喝甜牛奶 然后两个糖油饼 两个煎蛋 午餐是一张中号的披萨 半斤韭菜猪肉饺子 半斤得20个吧 一瓶含糖的饮料 到了晚上五到六个肉包子 一大碗的粥 时常聚餐或宵夜 这生活太滋润了 然后零食还要吃一些什么 枣糕啊 炸糕啊 点心啊 烧仙草啊等一些甜品 哎呀都是我爱吃的呀 确实好吃啊 但是这么吃这个人会怎么样呢 我们看到他的照片啊 具实是体重已经高达了113公斤 226斤 200多斤 然后体重指数啊 33.7明显超了 血压值159 100 甘油三指哈 3.5 尿酸是492 高尿酸 高质血症 高血压 所以他经历了什么 他现在怎么样 我们掌声有请他上场 掌声欢迎王先生 是他吗 是他吗 对 所有人都在问 是他吗 我想问这是一个人吗 这是我本人 这是你本人 对 这是你什么时候的照片 这张照片是2020年的7月份 4年前 4年前 对 我感觉这个人就是我们不介绍 这是您的话 最起码比你大15岁是吧 是有的 现在瘦了苗条了 但是我们还是想了解一下 您曾经的一个演示习惯 生活习惯和您身上发生的一些情况和病症 刚才我在对照那张打分表的时候 我也自己在打分 我自己也得了6分 看来也是典型的这么一个有这个爱吃东西基因的这么一个一个人 我以前呢就是上了班之后 我条件好了 营养也丰富了 就体重逐步的上涨 中间其实就是想控制体重 不想自己太胖 但是一次一次的努力呢 都最终以不太成功或者是失败来告终 尤其是结了婚 有了孩子之后 就更放得开了 就像刚才看到的这么一个 这是一个相对比较极致的一天啊 就是确实是这样子 吃的太开心了 早晨两张糖油饼 然后天牛奶进去特别的嗨 然后中午呢自己有时候就是点餐啊什么的 一张中号的披萨呢 就真的能干掉 中号多大呀你所谓的中号 就是大概8寸吧 也不是特别大 大概8寸 这么大吧 有八颜的那种八角的披萨 半斤的饺子 我觉得差不多20个吧 20 25个吧 就那个时候吧 就是怎么吃也 好像就是怎么吃都不觉得称 可能胃是长时间的吃吧 胃也称大了 就是真的是 就是食量是越来越大 而且那个时候呢还有一种就是 可能对于这个饱腹感的理解 我觉得是不太准确的 就是别人就觉得不饿了 咱就停了 我是觉得什么叫吃饱了 吃饱了一定得吃顶了 什么感觉是顶 就是就是就是养着在那 就是根本就是 弯不了腰 就我们今天开玩笑说 我已经吃了嗓子眼了 那种感觉是吧 以前曾经在上高中的时候 其实就胃口就很好 有一次跟朋友一起吃饭 我们三个朋友一起吃了25龙包子 那次是特别的极致 在吃午餐吃完之后 下午回家不能骑自行车 得走着 因为不能弯腰 到了家只能躺着 不能坐着 然后到第二天晚饭才吃 就是我们早餐的那种小龙包吗 就是一龙三个 大概一个这么大个 哦 好像我算了算得吃了25到30个那种 包子 所以这个113公斤 是你的一个顶峰的 对最高的时候大概是115公斤 天哪 所以后来什么时候开始出现问题 有什么样的一个病症 大概是在19年的年底 有一次开车 就开着开着车 突然觉得特别的晕 这整个人是在晃的 方向盘就在晃 突然就跟醉酒的那种感觉一样 突然间就很难控制方向盘 而且当时是在环路上 开车所也很快 所以赶快我就找一个 能停车的地方停下来休息 然后当时突然间觉得不行 这个事情得重视了 赶快去医院查一查吧 到医院一查 是一个很比较严重的一个高学家 然后其他的血脂 包括这种尿酸都会偏高 没办法就开始吃健康药 19年20年 我还不到40岁 我就遇到这么大的问题 想想以后时间还很长 如果是不控制的话 各种心脑血管疾病 可能很早很早就会找上我 所以我就那时候下定决心 就说一定要把体重减下来 把体质减下来 但是我知道这个事情 得有方法 得有手段 而不是说简单的 我就少吃 因为正好认识马主任 他是做营养的 我就咨询了他的意见 我是从2020年的7月底开始 通过严格的控制饮食 以及增加运动的方式来减重 到了2021年的4月底 大概9个月的时间 我就减下来70斤的体重 我们要用事实说话 我们现场就来测一下你的血压 你的体质 体重指数 好 好 放轻松 开始 1285 已经算是非常完美了 那接下来呢 我们请这位王先生来测一下 体重指数 我的手机上会有一个显示 好 握住了 站好 好 好 数值已经出现了 真是降了很多 体重是86.3公斤 然后BMI是25.8 因为我们现场是测不了肝腰三脂和尿酸的一个情况的 你现在去体检这两个怎么样 今年年初的体检肝腰三脂已经降到了大概2.2左右 我记得是 然后尿酸已经降到400以下 现在是370多 尤其是尿酸 我觉得这是比较满意的 因为之前连续十几年的尿酸高 就是通过减重之后尿酸就完全下到一个正常值了 通过一种吃法 怎么吃的呢 让他把这些慢病都吃没了 我们接下来来公布这个食谱 能把慢病都吃没的食谱到底有何奥秘 养生堂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北京卫视养生堂节目会员俱乐部 推出了慢病改善新方法专项活动 你有心脑血管啊 关节疼痛啊 去湿排毒方面的问题 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 400666900可以免费领取 慢病改善新方法 及慢病改善产品一套 加入健康社群 学习健康知识 养成健康生活方式 做自己的健康冠军 本节目由首席营养健康合作伙伴 安利扭推来赞助播出 19年呢 我给大家已经介绍了 那24年 你现在都吃什么呢 先说早餐 先说早饭的 肯定是把所有的这个糖油混合物的这些东西 都已经基本上是杜绝掉了 早饭呢 我还是会喝牛奶 但是会换成脱脂的牛奶 但是因为需要保证身体的这个蛋白质的摄入 所以我可能会加一些蛋白粉作为一些补充 然后呢 还有鸡蛋呢 改成了一个水煮的鸡蛋 同时还要有一个100克大概的这个全麦面包 然后中午呢 就是一个典型的一个午餐呢 我会点一份撬掉牛肉 就因为它是清水煮牛肉 而不是那种油水煮牛肉 牛肉大概会有100多克 然后蔬菜可能会更多一些 到200到300克的水煮的蔬菜 然后还有玉米的100克到200克的这种水煮的玉米 作为主食来摄入 然后晚餐呢 可能主食的就会更少一些 会喝250毫升的全脂牛奶 因为喝全脂牛奶可以提高饱腹感 同时也有助于睡眠 还有30到50克的全麦面包 还有一些清淡的蔬菜 或者以清炒为主 或者是这种清拌为主的蔬菜 或者是一个苹果 基本上这个是我当时减重的时候的一个 控制的食谱 我会拿碗拿天平去撑 有时候中午在一起聚餐 我妈就说你这吃饭那么神经的 为什么呢 我会把一个碗 空碗放在这儿 把它放在天平上 比如说我要吃米饭 我拨出米饭来撑 大概50克的米饭 倒出来 然后撑150克的炒鸡蛋 然后倒出来 就每天饭是撑着吃的 然后所有的每天吃的这些的饭 我都会用一个专门的热量的计算软件 寄下来 控制每天的热量摄入 大概用了9个多月的时间 最难过的是一开始的两个星期 因为你一下子把这个摄入减下来之后 真的是会很饿 但是过了前两个星期 后面就不是那么特别难忍耐了 看到那些什么蛋糕啊甜点啊 开始会想吃的 也会很抓挠 所以我每达到一个减重的一个阶段之后嘛 比如没减了十斤 我会稍微的奖励自己一次 然后吃一点自己想吃的东西 也满足自己心里的一些需求吧 经验之谈啊 我们开场设置了一个小陷阱 发给每一人小零食 我注意到您根本都没开包 是的 现在可能整个这个习惯 已经改变了 正改变了 就是拿了零食之后呢 就不会想吃 改变了生活方式 改变了饮食习惯 就是可以让你脱胎换骨 就像我们今天的主题一样 叫做吃走慢病实现健康 感谢您分享您的经历啊 我们送上一份礼物表示感谢 月见一森送您护眼好礼 这是月见一森复合叶黄素 进口高含量复合好吸收 是我们养生堂特别推荐 适合中国老年人的专用叶黄素 祝您眼明新亮好生活 谢谢 祝您健康 这回子 想要吃走慢病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按照提示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 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解答的三百个 关于心脑血管的问题集 其实您看像王先生这样哈 就是我们是通过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 让他去坚持 刚才呢说他比较年轻嘛 那他能够适应一些 就是相对来说 算是比较快一些的这种方式 但对咱们老年人来说呢 可能吸水长流的这种生活方式 能更好地帮助他们 举个例子啊 我自己的婆婆 其实呢也是一个管不住嘴的人 他以前的时候也是啊 特别喜欢吃甜食啊 吃小点心啊 我记得特别清楚 他特别喜欢 就是带一些孩子去那种小零食 刚刚是以为是我家孩子吃的 后来发现呢 其实是我婆婆去爱吃那种东西 因为我吃饭相对比较健康嘛 韩娜吃饭的时候呢 他看那些吃的 吃的都很少 但是呢很偏爱这种油呀 甜的东西 但是呢就前两年的时候就发现 哎呀 自己嗯很不舒服啊 然后发现啊是得了糖尿病啊 当时发现的时候呢 就是空腹血糖大概是9点多 啊之后的话就非常听话了啊 就开始啊一下子 改变自己的一个饮食习惯 然后去家里的时候呢 都会自己带一个啊 那个菜团子呀啊 或者是带一个窝头呀 或者看他会煮一点老玉米啊 在这样的一个饮食的一个控制之下呢 他现在的血糖相对来说 就比较稳定了 那空腹血糖基本上都是维持在 而有所用 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 我们马主任设计的啊 这个食谱 是不需要饿肚子的 没那么痛苦的 我们就可以把慢病给吃走 吃梅 我们马主任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 他也是用这个原则来吃主食的 怎么吃吃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我特别感兴趣的一点就是我们马主任设计的啊 是不需要饿肚子的 是不需要饿肚子的 没那么痛苦的 我们就可以把慢病给吃走 吃梅 我们马主任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啊 他也是用这个原则来吃主食的 怎么吃吃些什么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马主任说他们每天的主食都离不开两个字 醋粮的话基本上是我们可每天都会去吃的这样的一个主食啊 我们的也是习惯是就是西凉的占比会比较少一些啊 但是呢也不是说西凉就是就是晚饿的啊 就是不能选择的肯定不是的啊 因为像对一些笑话功能比较差的人来说 一些老年人来说 家里他们还是粗细搭配会更好一些 马主任最爱吃的粗粮不但口感好 大部分味道都是甜甜的 而且每一季都有最新鲜的产品 一下子要满足这么多要求的粗粮到底是什么样呢 诶 这不是蒸熟的山药 红薯 南瓜 还有煮玉米棒子吗 它们不就是我们常吃的蔬菜吗 马主任说不只是它们 还有很多好吃的主食 就是我们平时所说的菜 比如说有的时候甚至像我们可能从市场买那种红萝卜 甚至有的时候可能是 哎 反正它那个土豆腔炒的还挺好吃的 然后把那个土豆腔买了以后 我们都是会期待一部分的主食的 嘿 这甜滋滋的主食 馋得接着都要流口水了 可营养专家吃饭时 居然还是先吃别的菜 把它们留到最后才吃 变成了主食的菜 难道也怕吃多吗 专家为什么要把它们当成主食 科学的吃法又该吃多少呢 看到了吧 我们马主任平时呢 就吃的是桌子上摆的玉米 红薯 胡萝卜 南瓜 山药 土豆 其实像这样子的一些根茎类的也好 还有在传统的一些醋量主食也好 其实像它们呢 因为碳水 就是淀粉含量 稍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我们就 可能会把它来去当做一个主食去使用 我们来看大屏幕 经常管不住嘴 这种健康主食可以解馋 就是推荐那些 比如说我吃完饭以后 我总想想吃点什么的人 那这时候呢 你不妨给自己 比如说我吃一块小胡萝卜 或者是呢我吃一块小南瓜 然后呢给自己来去解解馋 那它的热量肯定要比咱们 平时你咔嚓一爆的那个零食的热量 要低很多 咱看一下它的一个热量 平时的时候咱们 因为是以米饭为主对吧 大米也25克 这个完了以后呢大概是这么 小半碗的米饭 那它是产生一份热量 90千卡 可是呢咱们再看一下 如果把它换成像是山药 或者是土豆呀 或者是红薯之类的 那我们就可以吃100克 因为咱们的鼠粒呀 像山药啊像这个土豆 因为它的膳食鲜蜜含量比较多 所以说你会发现 同样是吃这一点米饭 你可能是不饱的 但是呢如果说咱们是吃了同样的山药 或者是同样热量的一块红薯 那其实你可能的饱腹感 要多于咱们那个米饭 基本上咱们就是吃这么一份 玉米的这么一个热量 差不多相当于这么一个一份米饭 但是可以想象一下 这个玉米的一个饱腹感相对来说比较强的 因为你看那个管不出嘴的人 他其实为什么他老想去吃呢 就是因为他老会觉得饿 他没有很强的一个饱腹感 所以说呢可以看一下它的一个奇迹的一个对比 如果换胡萝卜的话会换的比较多一些 因为胡萝卜的热量会更低一点 当然要换一个很大的一个胡萝卜 那才相当于一个米饭的这样一个热量 其实换算一下也能吃饱 口感也不错 然后还能帮我们吃走慢病 那这样的话我就一直可以 用类似于这样的食材 根茎类的食材代替主食来吃 能更好的吃走慢病吗 在营养上有个原则就是 什么都吃什么都不要去锅炼 像这样根茎类的一个蔬菜呢 虽然来说它的热量相对来说比较偏低 它又还有比咱们平时所吃的那种主食 有更多的山西纤维和维生素 但是呢它的蛋白质海量相对来说 是不是很多的 所以今天的要想吃走慢病的第二个原则 就叫做主食混搭 很多时候阿姨说我还是要吃一些细凉的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介绍过 要粗细搭配来吃的 可是细凉和什么样的食物 什么样的主食搭在一起吃 能更好的吃走慢病呢 我们来看大屏幕 主食混搭 谁是 是两种的黄金搭档 那让大家来猜一下吧 我觉得是选B杂豆类 比方说平时我们就是 喝玉米粥的时候 里面会放一点云豆 我觉得这两个搭配是比较合适的 哦 豆类为什么会比穀物类 比根茎类好像更健康呢你觉得 我觉得它可以补充粗粮当中没有的一些 就是膳食纤维 而且它的那个比如说黑豆啊 红豆啊 云豆啊 它的种类也比较丰富 然后它补充的膳食纤维的种类也比较多多样 我觉得根茎类比较好 因为刚才主任已经说了 你看像胡萝卜 土豆 山友 那不都是根茎类吗 所以那肯定是跟它是比较合适的呀 哦 对吧 这好学生哈 但是我也倾向于杂豆 就是杂豆和根茎我觉得都不错 它不是唯一的答案 嗯 好 所以正确答案是什么呢 我们回到舞台中间揭晓答案 这边请 细粮和什么食物搭配在一起是黄金搭档 帮我们更好的吃走慢病 结合这样的一个字版 请您给我们揭晓答案 其实呢 对于细粮来说 粗粮也是很好的搭配 其实根茎类也是很好的搭配 但是呢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今天我们的最好的搭配呀 其实是杂豆类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看 在咱们的这种谷物的主食之中啊 一般来说呢 它有一个氨基酸含量 是相对来说比较低的 也被称作它的第一限制氨基酸 那就是蜡氨酸 在过去的时候 其他的蛋白类的收入 供应不足的情况之下 就会出现像蜡氨酸缺乏相应的一些疾病 所以说呢 为了弥补咱们这种主食中蜡氨酸的不足 可以看一下 咋的粮氨酸含量是很高的 所以说呢 比如来做一碗大米红豆饭 那我们这碗大米红豆饭的蜡氨酸含量呢 相对来说就能提高一些 杂豆类蜡氨酸最高 已经到达了1800这样的一个数值 所以杂豆类和细粮是怎么搭的 搭多少 搭哪种豆 才能帮我们吃走慢病哈 这都有讲究的 但是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 为什么他们俩搭在一起就是黄金搭档呢 我们结合道具再讲解 对于咱们成人来说呢 其实在咱们体内呢 有八种必须氨基酸 然后其中的蜡氨酸就是我们必须的氨基酸之一 像咱们穀物之中呢 可能蜡氨酸含量比较少 那它会导致什么问题呢 我给大家来演示一下 好 这个液体呢 就好比是咱们吃进去的一个蛋白质 因为穀物中它其实也含有一定的蛋白质的 对不对 刚才咱们也揭晓了 里面大概是还有十左右的这样一个蛋白质 可是呢 因为它蜡氨酸含量比较少呀 所以说呢 那可能咱们吃了很多的蛋白质进去 但是呢 并没有办法完全被我们身体所去利用 那其他的一些就可能是流失了 能明白吗 即便我们吃了好东西留不住 那就没有办法 太可惜了 来我们看第二个道具是代表了什么 第二个呢 是杂豆类的一个蓝氨酸含量呢 说实话 它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它能够弥补一些咱们穀物中蓝氨酸的补足 这在营养学上呢 叫做蛋白质互补作用 但是呢 因为杂豆类 它因为含有很多的膳食纤维呀 还胀气因子啊等等的 可能会造成就是我们脏肚子呀 不舒服呀 以及比如说一些膳食纤维会影响一些蛋白质的一个吸收 所以说呢 如果说咱们把它杂豆类跟骨类结合在一起 让它的一个蛋白质呢 更好的就是达到我们人体的 很接近我们人体的蛋白质的一个结构 那就会更容易被我们消化吸收 所以说这时候我们再看一下 我们吃进去的蛋白质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所以我们看我们的这个烧杯是不同大小的 烧杯的大小也代表了蛋白质的吸收量 可以这么理解 这个赖氨酸呢是第一限制氨基酸 它会影响蛋白质的一个吸收 蛋白质的吸收利用比较好 对于我们老年人来说也是非常好的 因为我们可以在同样的食物之下 我不用说我在额外增加食物 再去获得蛋白质了 但是对老年人来说呢 蛋白质又非常非常的重要 因为我们老年人一个知道 我们要防止像肌肉衰减呀 对吧 我们的肌肉萎缩呀 然后我们提高免疫呀 所以我们都很想要保证一个蛋白质 对这样的一个摄入量 所以今天得出了一个结论 主食怎么吃呢 帮我们吃走三高吃走慢病 就是细凉搭配杂豆类 那么关键的来了 搭配什么豆啊 红豆绿豆花豆黑豆是不是 那么多豆呢 和细凉是如何搭配的 如何制作的如何吃的 这些细节大家要学会 才能更好的吃走慢病 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按照提示 找我们的养生辅导员免费 领取本期节目的笔记 以及专家亲自解答的三百个 关于心脑血管的问题集 给大家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呗 比如说大家平时 咱们蒸大米饭的时候 那咱俩告诉我讲了 那可以不用非计说 蒸纯的大米饭 我们里面放上一点红豆啦 放上一点绿豆啦 对吧 放上一点什么 就那种大花豆啊等等的 都是可以的 另外呢也可以直接做一个八宝饭嘛 对吧 以前可能咱们老熬八宝粥 那么也可以熬那个八宝饭 另外还有个很方便的一个办法啊 就是还能达到食物的再利用 比如说咱平时家里做豆浆 对吧 那个豆渣呀 别扔掉 那也可以把那个豆渣呢 比如说跟那个玉米面呀 再掺好一点那个面粉呀 蒸那个窝头 其实呢 你看咱又能利用了一下这种食材 然后呢 也能让我们这个窝头的营养价值呢 稍微的高了一些 哦 它有一个比例之说嘛 我是级比级比较好 其实这种做法呢 也是看大家的一个习惯问题哈 比如说像我很爱吃豆的 那我可以把豆类和这个谷物呢 你们一比一的就是去搭配一下 但是呢 对于一些不是那么喜欢吃豆类的呢 那你也可以比如说我大米多放一点 然后豆类我少放一点 这个呢也是可以的 豆类的话可以提前泡一下 口感呢会稍微好一些 嗯 但是现在其实我们是推荐 在慢性别的管理之中啊 这种粗量的一个比例 最好能占到全天主食的三分之一以上 那也就是说大概就是粗细一比一 或者是一比二这样子一个比例 嗯 刚才提到的跟镜类 我可不可以也坐在主食当中 和豆啊和细粮一起搭配着来吃 当然可以的 比如说咱们可能平时的时候 会熬一碗小米南瓜饭 或者是其实比如说像土豆焖饭 这时候呢你把那个土豆 是要代替一部分主食的 不是说我们把土豆当菜吃 那可能就人量会偏高了 这是第二个原则 我们要混搭主食 那第三个原则是什么呢 病患花样吃 你比如说像粗粮啊 它其实范围是比较广的 粗粮里面包含了咱们所说的 平时咱说的那种传统的一些粗粮 像玉米啊小米啊燕麦啊等等 那还包含了刚才我所说的 杂豆类是吧 有红豆绿豆 什么花豆啊 蚕豆等等之类的 然后还包含了像咱们 鼠粒根茎类的这样的一个 粗粮的一个食物 所以说呢咱们就可以变化花样呀 比如说我今天做南瓜饭 明天我做红豆饭 再后天我做燕麦饭 或者是我中午吃的是这个 那我晚上再换另外一种 让我们的食物种类更多 也让我们的健康 我们的营养成分会更全面 另外呢烹调方式也很重要啊 比如说虽然玉米是个粗粮很好 但是你附近给它弄成爆米花 你比如说像土豆红薯 如果你当主食 这么蒸着吃还挺好的 但是呢你非得把它做成薯片 拔丝 对相对来说呢 它是不是就没有那么健康 所以说呢从咱们的这种食物选择 还有这种食物的烹调方式来上呢 我们用一个健康的这种饮食模式啊 不光是能帮助了像王先生这样的 相对来说年轻的人 然后也帮助了像我婆婆这样 就是也有三高啊 然后就这样的一个老年人 所以大家呢 不管是一个什么样的年龄层 他其实只要从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 包括一个生活方式 他都能够从中获一 这是主食方面 我们知道大原则了 那我们的餐桌除了主食 还有很多菜呢 还有很多肉啊 这些是怎么吃的呢 我们到这边来 来介绍一下主任怎么吃的 主任 您爱吃油焖大虾呀 我一直认为它不健康 怎么 您作为营养专家 怎么还吃这个呢 确实是我们是吃的 大家也不要老把营养师啊 营养科的大夫啊 想象到我们就好像 哎呀全家都是吃素的营养 并不是这样子的 因为刚才一直也说 蛋白质呢 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说呢 我们也会摄入很多的 优质蛋白的食物 那就是肉呀 各种肉呀 对吧 然后鱼虾呀 我们也会吃火锅呀 吃烧烤呀 之类的这种食物啊 但是大家记住啊 二八定律 就是呢 我80%吃的都是很健康的 20%呢 我就吃一些自己喜欢的食物 或者是呢 80%的时间 我吃的都是非常健康的 然后20%的时间呢 我允许自己 比如说我周末的时候 我大家聚餐的时候 我要要吃一些 相对来说 比较美味的这种食物 好 二八原则 今天我们这个餐桌上 油门大虾 是我们特别爱吃的 稍微可以过过嘴饮的 那其他两份 是不是就特别素了呀 这两份是什么呀 我们主任 搭配油门大虾的食材 也很关键 帮我们赶走慢病 这样吧 我来请一位阿姨 开场确定也有 管不住嘴 卖不开腿基因的阿姨 您来揭晓一下答案 来猜一猜 掌声欢迎 您觉得我们马主任 另两份菜里面 可能会是什么 先猜一下 这一份吧 应该是蔬菜 我觉得 这算算荤菜了 然后 要是搭配好了 应该是荤素搭配 哦 所以我觉得应该是菜类 纯素的菜 对应该是 我们来揭晓答案 一二三 冬瓜丸子 一点都不素 我没看到绿色的 哦 有蘑菇 金针菇 然后还有冬瓜 还有肉丸子 闻着还挺香的 其实这道菜 在您的意料当中吗 嗯 有点怀疑是不是 对 因为刚才已经有大虾了 其实咱们的日常生活中呢 咱们的肉类呢 也是离不开的啊 我们也不是吃鱼虾好 就只吃鱼虾 对不对 那像猪肉啊 我们也是会去吃的 像猪牛羊肉 虽然说它的饱和脂肪 和蛋黄醇含量相对是比较高 但是呢 它对于咱们 血红蛋白的一个合成 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里面呢 很有铁呀 所以说呢 如果说你看 不吃红色瘦肉的人 其实有的人 他可能会容易出现贫血 所以说呢 像红色的瘦肉 我们也是要吃掉的吃 那像鱼虾鸭鸡啊 这种白色的瘦肉 我们呢 也要适量的去吃 建议大家 比如说像 红色的这种肉 因为它本身可能 就是饱和脂肪呀 打过去的 相对来说比较高 所以呢 我们家就是吃 红色肉的过程呢 也这种炖的 煮的情况之下 是比较多的 比如说 其实你要炖一块牛腩 然后或者是 把那个猪肉 就攒成小丸子呀 或者是炖排骨呀 等等的这种 少油的烹调方式为主 当然了 如果说我这次 我的肉 我就是做了一个红烧排骨 嗯 我就是非得用油了 那可能呢 我其他的菜呢 我就 不放油了 如果说咱们要 扣住油的情况之下 你把油 平均分到三道菜 每一道菜都少油 做出来可能并不好吃 但是呢 咱们把所有的油 用到一个菜上 保持 然后这个菜 其实它就是 能满足咱们 传统的这种 这种盆调方法的 一个需求 那其他的菜呢 其实你发现 你炖一下 或者是有些菜 你直接生吃 你会发现 它味道其实也并不不错 慢慢的我们就 口味没那么重了 好 第二道菜揭晓了 蘑菇冬瓜 串丸子 汤 最后一道菜 阿姨再猜猜吧 我还去坚持是蔬菜吧 啊 蔬菜怎么吃 应该是素炒吧 割一点点的油 然后稍微一碰一下 我们来看一看啊 营养专家 吃走慢病的第三道菜是 终于猜对了 来吧 这道菜可以尝一尝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吗 这个应该就是 太素了 跟我想象的还是不一样 我想这是 这个生菜 割了点盐 稍微一拌 就什么调料都没有 好像是没有 我觉得好像没什么味道 我已经把我所有的油 都用到了这一个菜上 虽然说生了两个油呢 就是一个是炖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生吃了 我们客人 是经常会喜欢 生吃很多蔬菜的 因为其实我出去 去吃饭的时候啊 可能我会点一份沙拉 那沙拉酱 我是从来都不用的 我是可以直接去享受 食物本身的一个味道的 其实呢就是叔叔阿姨啊 一般都是些棚条达人 自己家可能会有一些 秘制的酱汁 对不对 那您可以就是自己 用什么酱油啊醋啊 反正黑胡椒粉啊 什么汁类的东西啊 调一个酱汁 然后给它拎上 然后是比较符合 他自己家口味的这种调味 好 你看这三条花式烹饪方法 就让我们更好的 能吃走慢病了 刚才专家也提到了 蔬菜呢可以多吃一些 吃多少合适 其实咱们大家都推荐 就是说300到500克的一个蔬菜 对吧 其实像我自己本人的话呢 我的蔬菜量可能要比500克 稍微的多一些 另外呢其实除了日常的 这种饮食的蔬菜以外 我们有的时候也会把一些蔬菜 当做水果去使用 比如说黄瓜呀 西红柿呀 柿子椒呀 萝卜 那个萝卜 白萝卜青萝卜之类的 就有的时候会把它 替代一些水果去使用的 它的热量呢 要比咱们的水果要低 那更要比咱们平时吃的 那些零食要低很多 好 吃走慢病哈 这种搭配大家学起来 蔬菜也很重要 我们一直在强调说 吃深色的蔬菜 营养更丰富一些 也更好的帮助我们 远离一些三高疾病 但是什么样的蔬菜 是深色蔬菜呢 就是直观看到的 颜色深的就是嘛 其实这里面有很多 误区和陷阱 怎么回事呢 那接下来阿姨 您还有个任务 您帮我们去挑菜吧 中间请 有颜色的都拿上吧 肯定没错 您都挑了什么蔬菜 哪些是深色蔬菜 西红柿有一个 然后有茄子 红色的彩椒 这叫县菜 这也挺深的 贝贝南瓜 还有黄瓜 西兰花 对 除了爱买这个绿菜花 哪个是误区呢 蛮准您来揭晓答案吧 深色蔬菜里也有伪装者 您可能一直吃错了 养生堂精彩内容 马上为您呈现 像这样的蔬菜 它肯定是深色的蔬菜 对不对 那像南瓜呀 其实还有像红萝卜呀 它其实也算是深色的蔬菜 因为呢它们里面你看就是 β葫芦不酥的含量 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 而像茄子和黄瓜呢 看着它们的颜色很深 但它其实是披着深色外衣的 浅色蔬菜 是不是阿阿一下凹了 因为为什么消掉披 以后它是不是颜色很甜 是 消完了都是白的 那像这些呢 我们都是挑对了 西兰花 西兰花 红色的蔬菜 彩椒 红色的蔬菜 深色的蔬菜 但是呢 虽然说我们会推荐 深色的蔬菜 占一半以上 但是呢 像茄子也有它自己的 一个营养价值 对吧 像黄瓜也有它自己的 营养价值 包括我们所说的一些 角力的食物 刚才也没什么 那个冬瓜丸子汤里面 我们会放一些金针菇 这类的东西 比如像香菇 它里面是有一定的 香菇多糖的 对吧 像番茄 西红柿里面它有 番茄红素 不同的这种蔬菜里面 或者不同的咱们的食物里面 它可以有不同的这种 植物化学物的东西 一些活性的成分 那对于咱们的健康 是非常有益的 所以说呢 大家记住啊 就是不同种类的蔬菜 我都要去食用 但是呢 深色的蔬菜 我们建议占一半以上 好 谢谢 谢谢阿姨 送你一份礼物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阿姨 鲁花给您送健康了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维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鲁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祝您全家健康幸福 谢谢阿姨 在这些蔬菜当中呢 我们也看到了 我们专家会推荐吃的蘑菇 那说到蘑菇呢 我们以前也讲过 尤其是香菇 可以帮我们更好的 远离糖尿病 可是香菇分干的 还有鲜的 那哪一种 可以帮我们更好的控糖呢 有一个美食叫做 西纸烤香菇 不仅好吃 而且还能控糖 最关键的是 香菇要选对 吃法要吃对 才能更好的控糖 那这道美食是怎么做的呢 养生糖推荐健康产品 鲁花5S压榨花生油 去除黄区维素技术 发明专利 鲁花融合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鲁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接下来我们进入 鲁花养生厨房 今天您一定要收藏 我们这盘菜了 因为它可以帮助您 远离血糖危机 什么菜呢 特别好吃 就是锡纸烤香菇 香极了 我们都知道呢 香菇可以很好的 帮助我们控糖 但是我不知道的是 专家告诉我 要选对香菇 吃对香菇这个控糖 才能事半功倍 是吧 李准 没错 到底选什么样的香菇 对控糖更好 我们看一下大屏幕 看它的成分有什么差别 就知道了 你看这是有干香菇 有鲜香菇 先看看蛋白质的含量 含量差多少 差了将近十倍 干香菇蛋白含量 100克里有20克 这鲜香菇里才有2.2克 膳食纤维的含量 你看看 它也将近十倍呢 这么优秀啊 没错 其实从蛋白质和膳食纤维的角度来说 它们控糖的效果是很好的 像蛋白质膳食纤维在我们的肠道 它消化吸收会慢一些 它会干扰这个糖的吸收 而且它有一定的薄浮感 这样的话 对血糖来说 它生的速度慢 都是我们控糖很好的因素 干香菇所含的另外一种营养素 这个是鲜香菇无法比拟的 这里边不光是控糖好 对我们老年人来说 对骨骼的健康也很有帮助 这干香菇不仅是控糖的佼佼者啊 还能让我们老年人强健骨骼 那怎么吃的怎么做到的慢慢来聊 那今天我们的主角肯定就是它了 干香菇 但是说到干香菇 真的有一个疑问 就是它做起来有点麻烦 而且特别干 口感不好 也没有鲜香菇那么鲜嫩 这怎么办呀 今天就交给大家一招 我们做干香菇的特别有效的做法 有一碗还鲜汤 来去还原我们香菇的原有的一个鲜味 和它的一个味道 首先我们倒入食用油 这是我们养生堂推荐的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花生油 去厨房去美素技术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的食用 花椒大料 还有葱的一些水分给它去干 然后这个时候 我们再把我们的香菇倒进之后 它的香味能充分和我们的香菇去融合 一定是要和鲜香料炒一下 对 好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刚才把我们 稍微洗好的泡好的香菇给它下多了 同时倒入我们刚才泡香菇的这碗水 对 我们把这个葱姜的这个水 然后充分的让香菇吸收 对 这个时候我们少来一点料酒 同时我们加入两勺的蚝油 现在我们放入的是蒸鲜蚝油 它选用的是北方的冷海鲜蚝 所以它做出来的这个美食特别的鲜 而且还有种说法 叫一勺蚝油三重鲜 把它放到蒸锅上去蒸制 同时让它吸收更多的水分 这样香菇蒸出来之后 第一它的纤维会不是那么的粗 而且大家在咀嚼的时候相对比较柔软 同时香菇的味道会更浓 小火基本上30分钟就可以了 刚才说了今天我们说这个干香菇 不仅可以帮助我们控糖 远离控糖危机 而且还可以让叔叔阿姨们强健骨骼 但是得吃对了 做对了才行 所以不是所有的干香菇 都可以帮我们强健骨骼的是吗 不是所有的干香菇 它在强健骨骼的效果都好 这个制作过程也很重要 从鲜的变成干的这个香菇 有一个制作过程 对了它才能强健骨骼呢 才更有营养呢 这个过程是什么呀 我相信大家伙都把自家的干香菇 拿出来了看看有什么不一样的 我们慢慢揭晓了 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开始制作 我们的万能的牛肉酱了 我们先放入姜 葱我们后放 养生厨房设立俱乐部了 想要四高调理体质调理 营养调理食谱的叔叔阿姨 快快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 点击添加通讯录 找养生辅导员免费领取 这是为什么 一会儿我给你慢慢做起来 我们再解释 哇 好香啊 好 姜放之后 我们就可以放入牛肉馅 看我们自己在家 自制的秘制万能牛肉酱多棒啊 可以多多地放牛肉 这个时候叔阿姨 我们在家里炒的时候 可以保持一个全程的中大火 前期大火炒的时候 能使我们的牛肉 面上迅速地截壳 这个时候 你再去压这个牛肉的时候 它会更好的去碎掉 这个时候它会有一种 烧烤的香味在里面 然后再改小火去熬去它 多余的水分 这个时候牛肉馅出来 它的味道是不一样的 所以它叫做 清吉大厨 秘制万能 烧烤牛肉馅 我赋予了它好多前缀 但每个前缀都很重要 我们刚才说了 香菇里含有蛋白质 但它不是主要来源 主要的来源 还是我们这个动物蛋白最好 对于老年人来说的话 我们把蛋白质保证摄弱 在有适当的活动 把我们肌肉保证住的话 这个会增加胰岛素的敏感性 减少这个胰岛素抵抗 这控糖是很好的 香菇里的膳食纤维 我们刚才说了 它会减缓 或者是降低总的 混合食物的升糖指数 它会延缓这个血糖 升高的幅度 速度 还有一点 它对于肠道菌群的影响 也不可忽略 肠道菌群不光是说肠道健康的问题 现在发现它对慢病 对血糖 它也是有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这种搭配来说 这控糖真的很好 好 这个时候我们的牛肉酱 其实用已经差不多了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 后面刚开始切的那个 葱锅放进去了 为什么后放葱 第一呢 首先我们放入姜 主要是去除 我们牛肉的一个异味 同时葱 是不是阿姨在家里做饭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葱如果先放的话 煮的时间过长的话 那种葱有点臭 对对对 葱臭味 我们只要葱香 不要葱的异味 所以最后放 对 我们下入少量的蚝油 黑豆酱油 差不多是一勺 倒一勺半的量 然后料酒 这个时候还放料酒呢 对 这个时候料酒 我们开大火之后 主要是把它 牛肉的一些味道 给它带出来 再去除一些腥味 这个时候 我们差不多已经30分钟了 其实我们香菇 也正在差不多了 我们现在就可以 取出我们蒸好的香菇 哇 反正我现在看样子 和文味道 真的是特别的不一样 真的给它还原了 回春了 回到了原来的新鲜的样子 把蒸好的香菇水 不要浪费 倒入我们的牛肉酱汁里面 香菇有一会儿 我们再做 锡纸烤的时候 会用得到 但是我们有了蜜汁酱了 有了万能酱了 可是怎么把它和烧烤 结合在一起 锡纸焖烤 香菇到底是怎么做的呢 交给叔阿姨一个小小门 叔阿姨在家里烤制食品的时候 希望它的口感更好 它的热量更足的话 我们在包的时候 让我们的光面朝内 这样我们在加热 雅面的时候 它的光面反射出来的热量 会更加的多 明白 也就是说 想焖煮的这个火候 温度更高 焖煮的效果更好 是光面朝里的 如果想烤的 别那么上色 烤的温度别那么高 然后我们就这个光面是冲外的 散散热量 哎呀终于学会了 家里买了那么多年的锡纸 都不会用啊 用错了 好这个时候 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牛肉酱 铺到我们的香菇上面 哎呀不愧是星级大厨做的 秘制万能牛肉酱 现在满屋飘香 今天要折住 对然后两边给它封上口 这要封住吗 对是要封住 这个时候我们把我们的香菇 完全封住之后 把它再放在锅上去用小火给它加热 因为本身我们的香菇是熟的 然后我们的牛肉馅也是熟的 只是让它这两种食材 在里边充成那些一个融合 然后我们大家会看到 锡纸我们在加热的时候 它会慢慢的鼓包 一旦我们的锡纸鼓起来了 把这个锡纸顶起来了 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出锅了 我们这干香菇 不是所有的干香菇 都可以强健骨骼的 那想要它富含那种维生素 一定从鲜香菇变成干香菇 有个过程 有个小窍门 到底是什么 养生堂推荐健康产品 卤花5S压榨化生油 去橱黄去酶素技术 发明专利 卤花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 滴滴卤花健康万家 幸福全家 真香菇 我们一定通过太阳光的暴晒 让它变成干香菇 这是因为香菇里边 它们就是像这种菌类 它是少有的植物性食物里 它含有麦角固醇 在紫外线阳光紫外线的照射下 它可以转变成维生素第二 就如同我们皮下七脱形胆固醇 在紫外线照射下 转变成维生素第三 是一样的 这个维生素D 对于控制血糖 效果也很好 干香菇 我们把它还鲜了一下 吃起来 那叫个鲜美 鲜嫩无比的同时 还帮助我们更好的控糖 强健骨骼